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久没有跟老婆出来过浪漫的时光了 今天晚上先去一个台湾牛肉面的餐厅 前几天晚上送餐的时候 一走进那个餐厅 飘香四溢 所以她就决定想要过来吃一下 然后吃完以后 我们就去参观美丽的温哥华夜景 先去Downtown的桥上 看着美丽的City View 然后去City View公园 最后看一下去伊丽莎白的山顶上 从山顶看整个城市的美景 现在先去那个餐厅 先吃个饭 我发现温哥华餐厅 其实到处都是 每条街都是有吃喝玩乐的地方 很方便 就在前面这家 红牛肉面馆 是台湾牛肉面的一个餐厅 一进去就非常香 看一下今晚点啥吃 人还挺多的 看一下菜单 主要是面 这个装修还行吧 中规中矩 面加各种的乳味小碟 我们点了小笼包 豆腐 黄瓜 夫妻废片 还有这个牛肉面 牛肉面是牛腱的 它上面还有一些猪肚 是我们夫妻废片拿上去的 试一下这个小笼包 小笼包可以蘸一下这个酱 这个小笼口感还不错 但是有一点怪怪的苦味 不知道什么味道 这个夫妻废片的卤味 这个卤味味道很丰富 有点甜 挺好吃的 就是味道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点咸 因为卤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有点咸 但是口感很不错 这个牛肚一咬就断掉了 我挺喜欢的 试下这黄瓜 黄瓜挺脆的 豆腐看一看 豆腐也爽 冰冰爽爽的 最后试下这个面 这个牛肉面的面 我觉得一般有点硬 可能有的人喜欢这种有嚼劲的吧 我喜欢软一点的 最后试一下这个皮蛋 哇这皮蛋味道很不错 刚从这个台湾餐厅吃完 它的面有点硬 我不是喜欢硬的面 其他东西都挺好的 味道都非常不错 台湾餐厅的这个食物啊 跟我家乡的食物很像的 跟福建福州的食物 味道很像 所以我比较喜欢吃台湾餐厅的美食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去这个Downtown 看这个美景 今晚挑战不花一分钱 过一个浪漫的夜晚 走吧 红子们 现在我们已经走上去市中心的这个桥了 我们把车停的桥头走路走上来了 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美啊 现在我们就在Greenville这个桥上 下面就是Greenville Island 对面就是Downtown了 挺美的 好美啊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斯坦利公园 看这个夜景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斯坦利公园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美景 现在还是有点冷的 大晚上在这里上上步 非常美的城市景观 有点像上海的外滩啊 对面就是码头了 好多集装箱 灯火通明的 远处的月亮正好在公寓的头上 非常的美妙啊 现在我们回到车上了 车的位置 就是对着这个斯坦利公园的 这个海景啊 就是City View 城市景观 非常壮观 这里好多人 大家都停车一排 再这样看 给大家看一下 在车上看 好像所有的景观都放大了 就好像在屏幕上看一样 挺壮观的 我们在这准备待一会儿 这个 清赏一下这个美景 然后就去下一个点 伊丽莎白公园了 从山脚山顶上 辅往这个整个Downtown 现在我们驶出斯坦利公园了 这一路的风景也是很美啊 现在我们到了伊丽莎白公园了 这边晚上挺黑的 不想在这么黑的地方走了 给大家看一下前面 一点点 只能看到一点点被树打 但这里的景还是挺美的 这有个灯 上面有个圆球状的东西 不知道是啥 好了 现在我们就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拜拜